相机漂流全球片翻车了 朋友们 这套价值8万多 正在全球漂流的哈苏相机 已经在孟加拉国的沙阿贾拉勒机场 卡了20多天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尝试 我们现在宣布营救失败 相机寄了 去年在全国相机漂流圆满完成后 我打算开始第二次漂流 这次想漂遍全世界的24个时区 从3月到现在 我们已经漂完了 东3区野门 东7区泰国 东8区新加坡 东9区日本 东10区澳大利亚 以及西2区格林兰岛 这六站无论是快递清关 还是拍摄都非常顺利 就让我有了一种 全球漂流不过如此的错觉 然后我就没想太多 下一站东6区就选了孟加拉国 因为这位机主非常有故事 而且还跟我说能拍难民营 就很有意义 然而自从4月中从泰国寄出 到了孟加拉国的机场之后 这个快递就再也没动过 4月中下旬 孟加拉这一站的机主 突然跟我们说 DHL告诉他 他们不负责这里的清关 你得先自己清完关 他才会负责给你派送 然后我们就说 那你就自己报关吧 我们这边所有的手续和文件都有 等他问完了海关和代理机构 说给到的清关报价是 79万3000孟加拉塔卡 约合人民币5万2000多 我们当时都惊了 因为一台全新的哈苏X2D也就5万4 那他那边问了一下明细 发现除了是孟加拉国的关税高以外 他们的海关还会对超过5000美金价值的个人进口物品 除以各种附加费还有罚款 没错 他原文写的就是Custom fine and penalty 就是罚款 然后更震撼的消息来了 如果在21天之内不交这个钱 这个相机就会自动被扣押 然后被海关拍卖 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不入关了 直接转运走或者原路退回 然后那边说不行 你哪怕要退运也得先交这个钱 否则相机就不给你 然后就拍卖 必须说明以上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层层转述得到的消息 根据我们第一届相机漂流的法律顾问的调查 该国的相关条款貌似在1980年已经更新过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直接转运的 但是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 反正相机现在就在机场 那我们也退不回来 然后孟加拉的那位机主他也收不到 所以我们研究了好几天 然后我还发了动态来征集相关人士的帮助 那也确实加到了一些从事进出口或者认识使馆的朋友 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建议 然后也给了我们其他的清关机构 我们也尝试联系了住孟加拉国大使馆 那使馆的人员给了我们一个说是当地某快递负责清关的人员 说我们可以去咨询一下 而聊天的过程中发现 那个人自己都还有东西被卡在孟加拉国海关没出来 所以说是有点幽默了 那我们拿到的其他报价波动也不小 有6万多人民币的也有4万多的 那4万多的这个虽然便宜一点 但据说走的是灰色渠道 但是我们毕竟是公开的漂流 就还是希望能够程序正当 就不想打擦边球 而且就算这个钱交了可能也不是百分百能清关出来 而最终让我们破防的是我们听一些机构说 你就算清关完成了 等你下次要寄走给下一站的时候 可能还要再交一笔钱 具体多少不知道 这个我没有去查具体的条例 可能就是某个工作人员的口头说法 但是他这么说了我们不能不信啊 所以经过反复的考量和纠结 我最终艰难的决定放弃这套XRD 因为他的费用和不确定性实在是太高了 就我不知道花多少钱能真的保证他顺利的进行下去 只能说非常遗憾 就这套XRD只漂流了三个地方就宣告了结束 那发这个视频呢不是为了吐槽孟加拉国如何如何 就是为了和大家汇报一下情况 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情况丢的 但是毕竟是我选择了全球漂流 所以就得承担它的后果 这个愿赌服输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提醒各位 以后如果你要全球寄东西的时候 最好先提前查一查问一问 好在我当时准备了两套相机 如今另一套正在从澳大利亚寄往新西兰 所以我们的漂流还没有失败 那算下来我们现在漂流的进度是四分之一 我做了一个决定 因为我平时是不要点赞的 但是这次希望大家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如果点赞能达到十万 那我就会想办法再搞一套哈苏XRD重回漂流 因为确实已经投入了非常多 所以不想让这个项目就万一就这么失败了 所以看各位的吧 同时我们的漂流征集依然在进行中 欢迎在以下这些时区的各位前来报名 我会随着进度逐一挑选机主 然后来联系你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